对每个月出版的新杂志 注释一本时尚圣经 喂 哎呀 你好 我呀 我是苏玛啊 哈喽哈喽 你在哪 我到了 你呢 你在哪里的 我已经在你们公司了 我在门口 哇真的啊 你那么快 我马上就到了 你等着我 好 我要走进巴沙这座梦工厂里 带你看看 我们珠泽的时尚潮流 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喂 面前还有暗门的房间 而我现在呢 有时尚巴沙 专业的造型团队 为我准备了一个衣橱 东西岛 哇 哇 我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 重生 就是末日之后的新世纪 太幸福了 对啊 这个好特别哦 这个是末日之后的那种 哦 永远看得像家具 对啊 这个 可爱情绪的包包对不对 这个是一对手穿的 哦 那么特别 就是现在哪些 OK 因为这个轮廓感强 起来要简单一些 哦 那这个呢 这个叫浪漫一点 浪漫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也很好看 那妆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如果穿这个结架 开一个红的口 我穿这个结架 开一个红的口 然后其他柔衣的造型 好 好 好啦 那我们就这两套了 那我上去工作啦 我要跟你去看一下 好好好 正当心的解开 来我们去看 时尚 创造时尚的地方 走走走 哇 这边走 来看看什么样的地方 这边发生的工作的办公室 嗨 大家好 嗨 谢谢艾雅过来 嗨 做那个艾雅幸福男女 哈喽 是我们设计制作部门 就是所有的排版啊 什么在这边坐 这边有一个型男 这边有一个型男 嗨 这是我们的艺术总监 艺术总监啊 那他跟我们做了十几年了 真的 你们是partner 跟她是smart 哇塞 所以你们都有一样的卷法吗 没有没有 我是水水的老板 我是水水的老板 要不要说一下 你在这个 这个杂志做了色的吗 哦 很高染的灰色 然后有这种发湿的墙线啊 然后比较古典啊 哇 也很简单 我想要请问一本 杂志的总编辑 那个工作都要做什么 啊 很多很多 我们要主要是为了 这种杂志不得嘛 所以整个的 从我们最开始的选题 确立 然后 跟每个编辑再去详细的沟通 每一个法应该怎么来制作啊 要很用心的 如果不用心呢 你永远只是一个 嗯 衣服架子 真正的实上 永远是说让你看上去更好 更美 更像那个你梦中的自己 你知道我觉得你坐在这边啊 你就让我感觉从今天早上碰到你 就是你把工作跟生活完全融在一起 而且你的这个整个的那个工作行程其实是很雷厉风行的 是不是 是 非常非常的快速 是 嗯 你怎么去平衡这样子 你是要真心的非常喜欢这么忙碌的一个生活 嗯 我想想大概十年前嗯 我有一个同事他非常困扰嗯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搬到这边来 他在中午就和我下到食堂去吃饭 他就问我他说 苏玛 一个人需要工作 也需要生活 嗯 需要有成就感 也需要快乐 你怎么平衡的这么好 嗯 然后呢由于我很饿想去吃饭吃饭 我就跟他说 把工作变生活 嗯 但是呢 虽然这是我 可把工作变生活 生活会不会变只有工作了呢 我认为生活就是从你生下来的那一刻 到你最后没有呼吸意识的那一刻 这个期间